好 我们万总就是好爽 好 酒量 李小姐酒量也好 好 喝 来 怎么 不给我万总面子 来 李小姐 喝 来 李小姐 把那些这边酒喝了再说 回家 徐总 没事 慢点 徐总 你先回去吧 老板 咱今天还谈不谈合同了 谈啊 谈就好好谈 徐总 你看这酒 徐总好 倒上倒上倒上 我给徐总倒门 我给徐总倒门 我替徐总 徐总 徐总 大家好 您好 张非好 您忙了 您忙了 杰姐好 小孙 听说你下周过生日 给你准备个礼物 太谢谢您了 佳姐 别客气 坐 昨天晚上陪徐总去酒局 喝了不少了 我没这么喝 主要是李可喝的比较多 李可不是设计部的吗 她怎么也跟你们去了 她昨天帮徐总送份文件去了 好 真是快乐啊 谢谢佳姐 姐 今天她有去公司有事吗 让符 review 门总的单子 到了谈判最关键的时候 最近大家加班都挺辛苦的 我今天去公司 就是去绯闻一下 昨天去酒局的人 姐 咱这关系 我肯定是向着您的 我知道 其实你这个工作 是我跟欢山身边 最亲近的人了 当初用你呢 也不完全是因为 晓晴的关系 主要是因为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昨天那种话 我不应该问你 会让你为难 是我考虑不周 别别别 姐 你千万别这么说 我心里肯定是有数的 该说的我绝不会含糊 有些话 说多了属于挑事 没必要 我明白 陈迅 那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本来那天晚上 没有李可的 好像是他自个儿跑去的 还帮许总挡了不少酒 喝了还不少 说 替你不值啊 你说咱们那么好的设计 都是他自己不懂 就知道还价 咱们要是再退步 我都替你觉得委屈 你来公司段 可能不太了解 这家公司 是我做全职太太之前 陪许总一块儿创立的 在我创业之前 我在外企待过两年 见过一些女孩 并不太注重自己的专业能力 而是把心思 挖在领导身上 特别是男领导 研究她们的喜好 把获得她们的好感 当作嘉奖 我倒不认为这些女孩 有多大野心 或者说也没有多少能力 真能见起什么水花 无非就是想利用性别优势 获得更多的偏爱和照顾 工作上偷偷懒 升职比同期更快 可是毕竟在职场上 选择用这种方式的女孩 她们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但唯一不能容忍的 是给公司造成了损失 嘉姐 您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我 徐总好脾气 全公司都知道 我还奇了怪呢 怎么就到了 要跟客户动手的程度 受的是谁的鼓舞 辞职信 给你写好了 出那个橘子的面子 签个字 体体面面走人 没有这个必要吧 非要到开除的程度 那你冷静地想一想 你跟老万动手的时候 李可是不是在旁边情绪煽动 开除李可图的是个安心 毕竟一个喜欢煽风点火的员工在公司 对于烟花公司来说 很可能是致命的 昨天晚上我们也商量好了 不跟老万合作 是我们共同的决定 可是毕竟现在我们赌上了 全部身家抵押给银行 我不能再冒任何一点风险了 你说这些道理我都懂 会不会有点小题大做了 我已经让财务多给他 结了两个月的工资 还写了封推荐信 说他是资源离职 这些已经是我们能做到最好的了 毕竟公司的账户上 已经快没钱了 老公 我们从相识走到今天 花了十年 我们中间也经历过不少事 相信这一次 咱们一样可以闯过去 钱的事你别发愁 我来想办法